请大家三称佛号 把身心放松 就感觉自己的呼吸 每一息每一夫 很清楚的 每一息每一夫 使到我的身心放松 然后我们一念佛陀 佛陀的功德 以一个浅诚的心 来理尽我们的师尊 佛罗汉 正等正觉者 大家晚上好 吉祥 词经 今天是最后一堂课 前两堂了 都给大家一一的讲解了 最词经的经文的内容 这一章是第一堂课 给大家讲解了 在还没有修行之前 所应该具备的一些条件 修行有次第 清楚了 半步就半了 来学习 因为我们去清净三知识吧 我们用耳朵 用心去聆听 去受教 从文师之后 再去修去做 过程中会有 体验 这个体验呢 是来自于我们的 听闻 还有我们的 学习 一旦提 一旦提 体验之后 信心啊 才能够更加的 稳固了 慈经呢 我们知道说 他的次第很清楚 必须修的 实现的 有个最终的目的 就是 解脱 我们想要解脱 是因为我们被 束缚了 如果 人没有被束缚的话 也不需要去解脱 我们被绑了 被困住了吧 被困了 所以才要去解掉它 没有被绑 没有被困 何来 解脱呢 所以要解脱 我们必须先了解 我们被什么东西 困住了 对 那我们用慈经呢 来修学 因为我们知道 这样的去修学 去实现 肯定的 不会再 口台啊 不会再轮回啊 不会再苦苦恼恼了 为什么不会再投胎呢 因为啊 我们没有陷入血见 我们具备了 戒 德 还有 正知正见 尤其是 尤其是 自见 就是正知 正见 在 断除了 一切的贪欲 贪 秤 吃 烦恼 我们是用 慈心 就是 慈经的教导 这就是我们 这 三堂课 我们大家来了解 慈经 一起来学 佛陀教导 我们 这个是 星期五 给大家 深入的 讲解 解释了 他的十四种 善法 他是 我们必须实现的 因为这是 属于我们的内心 属于内心的 善良 内心的 我们说 quality 人的一生 我们可以说 quantity 跟quality 人 一生中去追求 quantity 累积财富 有时候会忽略的 quality quality所指的是 我们内心的quality 有时候 当我们在 往外追求的时候 我们会迷失了 使得我们的内心 没有quality 佛陀的教法 让我们去 了解自己 也希望我们的内心 能够培养得 美美的 这十四三法 大家都 知道了 这个是我们内心的 quality 要培养的 我们是 我们是 迟来的 学习吧 好 不懂 现在我们懂了 哪怕是 修学一分 十分 都很好 在教导 在教导 带领着我们的孩子 带领着我们身边的人一起来学 所谓 所谓带领就是医生坐着 不是说我们掌握了这个法医 然后去跟他们开始 跟他们教导 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如此的去学 去做 我们用行动 跟我们一起的这些孩子们 他也会感染 就是我们所说的 清净三知识 我们身边 都是我们三知识的 我们的老祖先都说 三人行 必有我师 我们要学会去看好样子 好样子要看 坏样子要不要看 有些人说 看好样子 不要看坏样子 坏样子不要去看 不过呢 我个人认为 好样子要看 坏的样子 更加要看 人家的好样子 我们看的时候 我们啥都随喜功德 太好了 值得我们去学习 因为看他人的优点 他们的好样子 看自己 我缺少 那么我们可以谦虚 柔和的去受教 去学 那么我们才能够进步 那么他人的坏样子 我们也要看 我们知道 他人所做的坏样子 口业 深夜口业 甚至于他的异业 因此 他们所做 所讲 使得我们 不舒服 我们说这种是不好的 坏样子 不应该做的 对方不应该做 他做 他做的 我们要反省的 我有没有像他 那样子做呢 所以对方的原型举止 让我们自我反省 他这样做 或许 自己也有这样子做 我们看到他人所做 我们都喜欢 很讨厌 看到都讨厌 或许我们都有的 相信彼性 让人家看到我们的时候 他也很讨厌我们 所以 坏样子也要看 不是学 是反省 好样子呢 要学 如果有坏样子呢 坏习惯 改 这样我们才能够提升 所有我们的心 都去培育的 我们都有经验 在这场生活当中 有时候我们手 手里断着一杯 咖啡 手断着咖啡 然后前面有人走过来 不小心碰撞了我们 那么我们手上的那杯咖啡 咖啡就洒出来了 我们都有这个经验 有时候手上端一些盘 食物啊 水啊 还是什么东西都好 然后对方 对面走过来的人 一不小心 触碰了 碰撞了 然后把我们手上的 端着的这些东西 把它创导了 而这一次呢 我们手上端着咖啡 被创导了 而杯子里面的咖啡 泄出来了 撒在满地了 你们说 我们手上的咖啡 为什么会 撒出来呢 你的答案是什么 大朵书的答案会说 是因为他创我 他不小心 碰撞了我 因此咖啡 倒撒了 它是因为人 创导 这个是普遍的回答 不过呢 当我们仔细去思考一下 受伤的 咖啡被撒出来 是被创 被人创导 应该是说 咖啡 撒出来 不是人创 如果杯子没有咖啡的话 空杯 有没有咖啡 撒出来 如果我们的杯装的是茶 那么被创了 撒出来是茶水 如果 如果杯里面装的是 其他的饮料 他就撒出来了 总而言之 杯里面装什么 就撒出什么了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 人生 当我们的人生 尤其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遭遇了一些 不如意的事情 不快乐 就好像我们被人家 碰撞了 手上的那个杯 装的东西被撒出来 我们的人 我们的人 的心 就是 好像 这个杯 被装什么 当我们被碰到的时候 他就撒出什么了 如果我们的心 都充满着着 美丽 善良的心 对 纵使我们遭遇了一些 不如意的时候 我们内心 撒出来的是什么 他是 比如说他呢 其中一个 他撒出来是什么 他是千功柔和的 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的内心 不美丽 装满着贪 撑 妒忌 怀恨 当我们遭遇到这种 不如意的时候 全部都可以看到了 我们的语言 我们的行为 全部都流露出来了 有没有这个经验 当一个人生气的时候 被受到刺激 还是被冤枉的时候 火冒三丈 然后他 嘴巴里面的 东西就 出来了 我们知道 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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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口出 祸 从口出 没什么呢 内心装的都是这些 不美丽的东西 所以我们 学了词经 我们听闻佛法 其实 最终呢 因为佛法的 听闻后 我们更认识自己了 佛陀的教法 我们学了 是借用佛陀 这个法 佛陀的开始 让我们自己自我反省 上一堂课 第二堂课好像有 就开始过了 因为我们清净善知识 才能够知道啊 才能够知道的 当我们清净善知识的时候 我们将听闻 比如说我们听闻词经 当我们听闻词经的时候 我们就学了 闻词吧 还要去问 在我们闻词后 我们去做 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有经验了 因为不断的修 不断的更清楚 我们知道自己 自己我们的内心 是什么 所以我们知道什么 就称心 什么叫慈心 所以从慈经里面就可以让我们知道了 我们要装满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的内心的素质 它的素质是一个quality 这种很美丽的 我们说这个心 mental factors 心锁 我们的mental activity 我们说心锁有好跟坏的 词经叫到我们是好的 只要我们能够将来 学习内心 有充满着这14种散发的话 这个 因为心美 因此 我们 体会到幸福 平安快乐 是 这很重要 所以当然我们不用去埋怨 不用去埋怨 为什么我的生命这么苦 为什么我做什么东西都不顺利 为什么我一生中都有这么多的小人 为什么我的人员不好 因为我们累积了这些 怕得不善 因此我们不幸福 不平安 不快乐 所以我们学习了 慈经了 我们心就越来越美 越来越美了 越来越美 我们不后悔了 因为有这些好的习惯 好的quality 我们说good quality 我们不会使到人 不会使到其他的人 在后面 指责我们 不会的 所以我们能够真正体会到 佛法带给我平安 带给我快乐 带给我幸福 我们的全家人也一样 都会受感染 因为我的幸福 我的快乐 我们的孩子 我们身边的这些亲人 朋友都好 因为他们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都能够感受到一种幸福 我们说这个叫positive energy 真能量 这个真能量必须要去建立的 今天的社会 因为因缘全部改变了 因为的疫情 把我们生活全部打乱了 颠倒了 所以我们都感觉到 不快乐了 不只是我一个人 全家人都遭殃了 所以全家人都处在这种的 不快乐的话 他是 很痛苦的 我们可以知道说 今天 每天都看到这种 很负面的新闻 有些人真的 没办法了 就选择亲身 选择自杀 选择逃避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他们真的没有方法了 为什么没有方法呢 所以亲近善知识很重要 平时就要广结善缘 人缘要好 我们广结善缘 人缘好 我们去到哪里 我们都有这些所谓的复发 复发生 所以这十四种 是很基本的 不管是 我们说 佛教徒还是非佛教徒 只要是人和人之间 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要学习 人和人之间的 皮脂的沟通 对 皮脂的对待 都要有这十四种 管理地 我们要有康人 诚恳正直 千功柔和 因为我们做到了 我们得到一份的幸福 平安快乐 因此我们会去祝福 祝福不一定是说 看到什么的东西 什么人 什么动物 祝你幸福快乐 其实一旦我们内心 充满着这种 美丽善良的心的时候 它的力量已经在那边了 已经被祝福了 同时被祝福了 你们可以理解吗 比如说我们有这十四种内涵 一家大小 我们都学习这十四种 这个家庭是很温馨的 你不相信 你们去做研究看 去观察 那些家庭 不温馨不快乐 有些家庭 积钱不灵 这个家庭充满着什么东西 你们去观察一下 有些家庭 兄弟姐妹 非常幸福的 感情非常的好 你再去看 他们的secret是什么 一定有秘密的 一定有原因 使到一个家庭 能够幸福 平安快乐 就是这个内容来的 所以我们也不用去羡慕人家 也不用说 因为他福报好 他钱是修来的 我这一生没有福报 不是啊 这个是借口来的 福报要修的 今天没有福报 是因为我们过去没有修 没有做啊 今天我没有 不代表我永远没有的 因此我们要去做啊 去修啊 去累积 去培养啊 那些幸福 平安快乐的人 有时候他错觉 好像是永恒 我的福报好 偏偏 在福报好的过程当中 他在享有 享用的过程当中 再不懂得去珍惜 祈福啊 反而是损福啦 最后啊 他还是回到 没有福报啦 因为福报被消耗啦 没有福报的人呢 就有买烟 我没有前世啦 我的命就是这样啊 所以学佛的时候 我们知道啊 我们不会认命的 因为命可以改的 就是因为可以修啊 可以改变啊 命不能改 命中注定是对谁吗 对那些认命的人 认命的人呢 他就是注定啦 所以你们认不认命 如果你们所认命的话 那你就注定啦 那你就注定啦 注定啦 不认命的人呢 他要不断地学习 不断去改变 这个持经 佛陀教导我们啦 在我们上的这堂课过后 其实啊 我们的命 我们的命运啊 其实都在改啦 每一天每一天都在改啦 对 我们幸福平安快乐嘛 因为我们每天要跟人在一起了 对 因此呢 有对象的 我们不是单独的 对 所以佛陀教导是吧 当我们在感受到内心的快乐 平安 幸福的时候啊 很自然的 我们也希望 其他人都能够获得幸福 平安快乐的 看到那些不幸福 不平安的人 他不忍心啦 所以在持经里面啊 佛陀说 对象啊 什么是对象呢 凡有生命的 生命者 他是指有福息的 对 有福息的 没有福息就是死掉了 没有生命了 有福息的 什么是有福息的呢 佛陀说 凡是有生命的 或弱或强 佛陀用弱跟强来代表 凡夫 佛陀用弱来代表 弱不是指那种脆弱 所以为什么啊 看经文 阅读经典都好啊 我们很容易啊 忘文生意 也不能够以文字去解读的 比如说这个 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咯 佛陀用弱 再用强 不是说那些人 凡有生命者弱 是那些 多病的 身体细小 很多病的人 叫弱吗 强就是那些大力士吗 其实不是的 佛陀用弱跟强 强是指圣者 指阿罗汉 因为他也是有生命啊 也是人啊 对 差别在哪里 一个凡夫 一个圣者 阿罗汉 圣者呢 他们已经去除了贪嗔痴了 凡夫呢 充满着贪嗔痴 就是烦恼啊 差别在这里 再来佛陀用生命啊 有用体 体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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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又有 有长短大 出细的 这个 来代表 长呢 它代表什么 指 体型 长的 动物类 这里的体型 不是指人类了 指这些 动物吧 凡有生命者 弱强 是指 人类 不度加纳 弱是指 不度加纳 强是指 阿罗汉 圣者跟凡夫 之后体型呢 体型呢 是指 长的体型呢 有 什么 你想一想看 什么是长长的 体型的呢 蛇啊 反正身体长长的 就是Mr.Long 蛇啊 之类了 大呢 体型大的 动物类 重呢 或短 就好像大象啊 Elephant啊 牛啊 钟呢 你们可以去 去表达一下 去放 大是指什么 钟是什么 细的呢 跟粗的呢 细是指那些 必须靠以显微镜 才能见到的 如果用我们眼睛 用necked eyes 来看 看不到 我们必须借用 放大镜 把它放大 显微镜 才能看到的 比如说 细菌 病毒 应该算不算 C呢 病毒 我们眼睛 看不到 Delta Covid 那一边 它在空气中 飘 只有用显微镜 放大 才可以看到 它的病毒 virus 粗呢 肉眼可以看到 比如说 小小的灰尘 可以看到一些 比灰尘之类 只要光线 一照下去 我们看到 哇 很多灰尘的漂亮 有一些小小的一些 昆虫啊 细虫啊 所以 可以看到的 它里面是有一个对比 对比 总而言之啊 就是说 一切的众生啊 众物类 Otata用距离 有distance的 可以见到的 眼前可以看到了 比如说 我们眼前的人啊 比如说 家里 看到我们爸爸 妈妈 兄弟姐妹 这些可以看到的 眼前的猫啊 狗啊 反正能够 入我们的眼睛 也可以看到了 这些object 就是可以见到的 不可见的 就是 看不到 因为距离太远 太远 太远 看不见 远呢 它是圆方 圆方的 怎么是远方 比如说 Outstation 比如说你在 你在槟城 它在KL KL的 就在槟城 远方 OK 近的呢 可能KL里面 比如说 不同的 人家烂 不同的 跟风 或者是在身旁 身边 这就走距离 OK 以身 这个又不一样了 身跟未身 是指什么呢 以身是指 不再 轮回的 阿罗汉 为什么用以身呢 这一身 已经出身 这一身 也是他最后一身 不再轮回了 已经生了 你看 他是已生了 不会再轮回了 未生呢 是指 等待出身的 就是说 还在轮回的 等着 投胎 出身的 这指 OK Buddhi Shatling 把它Summarize 就是一切众生 一切的 所以佛陀 把这个对象 可以用提醒 可以用距离 OK 来去归纳 为这一类 总共 总来说呢 就是 一切的友情 我们说Sata Sata 就是All Beings 一切友情众生 对 有时候我们说 愿一切众生 都幸福快乐 愿一切众生 都快乐 这个叫对象 其实 在我们祝福的时候 就是 在我们眼前的 我们说 什么人是最重要的呢 怎样的人是最重要的人呢 其实答案应该是 在我眼前的 就是最重要的人 所以在眼前的人 我们要珍惜的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人生 生了就老 会病 会死 因为我们有色生 因为有色生 就将面对 很多的疾病 因为有色生 我们会遭受 我们会遭受风 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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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它会破坏 我们的身体 的色生 因此呢 我们要维持 我们的生命 不简单的 在我们眼前的 这些人 我们要懂得珍惜 所以我们能够 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好好的去祝福 怎么祝福呢 不是说 祝你平安快乐 那个它好像 很照做 very dull 不是的 只要在我们身边的人 我们都给他们关怀 你看 微笑 家人在一起 吃饭的时候 大家一起 有谈有笑 有祝福 有问安 这些都是祝福来的 早上一起来 就问安 爸爸早安 妈妈早 晚上的时候 还没睡觉 还睡觉的时候 妈 我要睡觉了 爸爸 晚安 这些都是祝福来的 有时候我们要去上课了 要出门 跟爸爸妈妈 跟长辈打个招呼 爸妈 我出去了 谁 然后爸爸妈妈 也会祝福我们 出外小心 这也是祝福来的 现在更明显 你要出门 小心 记得戴口罩 要有距离 social distance 要 wear mask 要小心 有群众的地方 危险 在提醒我们 这些都是祝福来的 那我们回来的时候 也一样 爸妈 我回来了 回来就好了 平安 有什么事 有遇到什么危险吗 平安就好了 这些都是祝福来的 这些就是要在家里做的 所以从痴心 痴心从哪里开始呢 就是从家里开始的 还记得吗 我们说meta 痴心 巴黎文是meta meta就是什么 friendly 友谊嘛 友谊 friendly 美好 friendly friendliness 这些 我们对我们的孩子 这些家人 在我们身边的眼前 要得到很friendly的 有时候我也发现到 我们对朋友 很friendly的 对不对 偏偏对我们的 sibling 兄弟姐妹 一点friendly都没有 为什么 你们就思考这个问题 跟兄弟姐妹 跟朋友 跟朋友 无所不谈 有时候跟兄弟姐妹 谈不了几句话 有些父母 孩子 更别说了 谈不了几句话 没什么 因为我们缺少 friendly 为什么缺少呢 一定有原因 因为曾经 曾经发生了一些东西 过时 一个一句话 还是误解 因为缺少沟通 使得我们 彼此的距离 远了 现在我们要跟 virus 跟这些 covid-19 要有距离 有时候人和人之间 都有一个距离 为什么 害怕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内心 他也被感受到 他们跟我们在一起 他们会感受到一种压力 他们感觉一种压力不快乐 因为我们内心都充满着这些不词 明白了 再来 我们来看这个 佛陀就说 不要用 称恨 去对着称恨 我们要要求自己 因为我们学佛了 有时候我们的对象 他还没学佛 他还没有接触到佛法 因此他不懂 当他们生气的时候 你看当 当一个人生气了 他的原形举止啊 充满着这种火爆的 很称性的 那我们学佛了 我们不会 不会用 更强烈的声音来吵架 我们会退一步 退一步 就能够避免了争吵 所以佛陀说 我们不要去诅咒他人 因为佛陀知道 当一个人不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尤其是敌人 遇到他的敌人的时候 他不喜欢的 他们会去诅咒 所以佛陀就教导我们 不要去欺骗他人 或者一切 什么在哪里都好 不要去轻视 不要去轻视人家 更不要因为 以愤怒的心啊 去仇恨 再包括 去咒他们 不好 反而我们要对 这些人啊 这是对象啊 要来 祝福他们 怎么祝福呢 我们不要怀仇恨 去诅咒 我们要 对一切众生 应修习 无限的慈爱心 怎么修持爱心呢 不是说我 对面啊 对方很生气了 我们 在他面前说 祝你快乐 幸福吗 因为你 不称慧 是这样来学吗 不是的 当一个人 比如说 例如 因为某些事情 皮脂就开始有点误会了 吵架了 或许对方会用 会用非常严厉 呵折的语言 哪怕是冤枉了我 等我们学佛 我们知道 他误解了我 在这种无明火上升的时候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 不要畜生 怎么对 怎么用慈悲呢 怎么用慈心呢 如果对方已经够称心了 我们又不顺了 又称心了 你说 火上加火 就有越来越吵了 就吵架了 严重到可以打架了 对我们学佛 我们知道 最好方法是什么 眼离了 如果学慈心的 你也不用给他一个很凶的脸色看 叫什么 微笑 什么都不用说了 微笑 也不用解释 不是时候解释 等到对方的火气降下来的时候 再找一个适合的时间 再跟他聊聊 这个就是很friendly的对待了 而不是说我学慈心了 看到对方吵架了 对方心情不好 我就讲给他听 愿你没有敌意 愿你没有称恨 愿你幸福 愿你保持自己的快乐 如果你这样讲的话 我想像火上加火 你们可以去试试看 这很真实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用对方法 让无限的此行 偏造于死防世界 佛陀用上 下 左右 什么是上下左右呢 它是指上 就是五色界天 下是指欲界天 左右就是横天 left right 它是指色界天 就是我们散播我们的慈爱行 就好像骗造四面八方 不受阻扰 不怀仇恨 不保底 简单的说 我们走到哪里 去到哪里 我们内心都充满着 慈爱心 其实当我们十四种善法 康能诚恳正直 千功柔和 不慢 知足 一共养 少是俗物 生活简朴 这个才重要 诸根极净 谦虚 他去到哪里 他去到哪里都受被欢迎 因为他内心很美 他不怀仇恨 很重要 只要在前面那个十四种善法一做到的时候慢慢学 你去到哪里都被保护的都受欢迎的 你当我们去到那边的时候只要没出现的时候我们带给人叫祝福了真的 有时候 有一些长老 龙婆 这些德高望重的一些长老出家 七八十年 当来到我们的寺庙的时候 我们就感觉很舒服的 被祝福了 他什么话也没说 他来到寺庙 你看我们看到这位长老 这位老师傅 龙婆 看到 我们感觉好像 遇见了我们的慈父 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他内心充满着什么 康能 诚恳 正直 千功 柔和不慢 他已经涌入到我们的内心 重要 因此 不过我们站着也好 走着 坐着 躺着 就是使什么 我们日常生活 我都没有说在残堂 行住坐 无论 站着 走着 坐着 躺着 你看 我们也不可能 二十四小时 站着的 也不可能 一个小时走着的 你看 可能 一分钟里面 我们都有四个姿势 你看 你看今天我们上课 你看 差不多一个小时 眼睛看到荧幕 我看 我看 屁股都会痛 我们就开始 要咬 走 咬动 我们摆动 我们会站起来 走动一下 眼睛 看到荧幕 一个小时 眼睛很刺力 我都感觉到了 好像你们也辛苦 如果我讲了两小时的课 你们又看 又面对着荧幕 来看两个小时 你说 真的是把眼睛伤到 我们对我们的眼睛不慈悲 是不是 很重要的 尤其 我们有这个云端 虽然带给我们很方便 来自不同的地方的佛友 今天晚上能够在云端的相聚来文法 再加上我们用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面对着荧幕 所以我们要真的要 要对自己的身心 不是身心 对我们的眼睛耳朵 要慈悲 不要去糟蹋了 我们的耳朵 尤其我这个earphone 你看 我现在要把它倒转过来 你看 因为放在这里 有点不舒服 尤其在长时间 这样来用earphone 是不是很健康的 所以我们要懂得了 这些方法 这些尝试 对 不是说我们 千万不要说我们散播持爱心 只是对方对相罢了 更重要 不要忽略的 对自己的慈悲 当然是对众生 很慈悲 但是对自己一点都不慈悲 有没有 所以我们要学习 要平衡 照顾好自己 才能够照顾好他人 自己照顾好 他人也照顾好 这个才是很好 照顾他人很好 不懂得照顾自己 不是很 很perfect的 所以我们大家要学习去平衡他 所以无论我们站着走着 在我们自常生活当中 你看 我们都能够 maintain我们这个善心 因为我们初学者 但是我们知道了 我们不应该生气 我不应该贪 贪一起的时候 我知道了 不应该的 我们有方法来转变 OK 只要我们能够将来不断学习 慢慢学习 这就是所谓的泛祝 Brahma Vihara 什么叫Brahma Vihara呢 这个很重要 泛祝 因如此的切力慈念 慈念 慈念 慈心和正念 对 住 怎么叫住呢 我们心要住 安住 停留 尤其是犯住 犯天 天神 犯天神 他们有 无过事 怎么是无过事呢 你回到前面 这十四 那是基本 这些天神 这些 幸福的人 安详的人 他们都有 具备这十四种 他们的心 经常住在 这些 抗能 诚恳 政治 称功 久学的人 尤其是 阿罗汉 佛陀 他们的心 都在 安住在 这些 散发 因此 我们要如此来学习 因为我们来学 大家在学 为什么叫 meta karaniya sutta 持心 修学 持心的 应该做的 所以我们来学习 来做吧 OK 持念 我们说 kindness 加mindfulness 就是叫 kindfulness 他不是 loving kindness 如果说持念的话 我比较喜欢用 kind 持心是kindness 很多时候 普遍上会翻 loving kindness 因为有一个 loving 不如用 因为有kindness 还要有 mindful的 那个念很重要的 所以 应该是 kindness 所以我们愿一切 众生 皆幸福 安稳和快乐 无论我们去到哪里 走也好 做也好 我们都 带着幸福 安稳和快乐 你去买菜 你去外面都好 直接出门 对 我们把头 一仰起来 看到天空 看到鸟 一切一切 这些大自然 我们都在感受 一种幸福 安稳快乐 看到眼前 这些人 不管是长的 大的 短的 胖的 多好 马来人 华人 印度人 一切一切 一旦露了我们的眼睛 我们 因为我们都 幸福 平安快乐 当他们遇到我们 我们遇到他们的时候 我们是带着微笑的 现在 很多人都笑不出了 他内心都是 充满着不快乐 从脸就可以看到了 所以一个内心很美的人 他 很幸福的 从他的脸就可以看到了 因为存 存心的存 存以内 如果内心里面很沉的话 他会 表达于外的 存以内 就 行于外 假不了了 很真实的 就是说 我们内心装了些什么 你装什么 他就出来什么了 所以 我们的心充满着慈悲 喜舍 出来的也是慈悲喜舍了 因为我们没有过失的心 因为我们心很美 很善良 因此我们不忍心看到有情的痛苦 我们不忍心看到他人的不幸 我们看到他们可怜 也不是可怜 应该说我们灵敏 同情 他的不幸 对我们不忍心 还我们很希望 希望他能够想尽办法 能够拔除他们的痛苦 还记得吗 不久前 我们不是有吊百戏吗 谁 这些人都太有慈悲 就是心 内心非常的善良 美心很美 看到有些人 没饭吃了 没工作做了 但是这些人呢 又不敢出来 他们在家里躲在某个地方 没人知道的 因此的 他们想到说 吊百戏 百戏一放在门口 他们知道说 某某人 这家真的需要 本家的帮助了 但我们知道 吊百戏的时候 我们很自动了 我们会 去协助了 你看 这种的举动 你看我们的世界 还是有非常多 好心善良的人 就是 犯出来的 他不惹 然后看见 有情 离苦 而生 心生欢喜 我们把食物 甚至于foodbank foodbank 也是一样 我也看到 有些 有些人去 supermarket 买了东西 买给家庭用的 他又多买 然后到外面 放在那个 柜子那边 foodbank 这种的 小小的举动 我看到都 非常的感动的 所以我们人世间 还有很多很多 心地善良 很美的心 他们都在后面 默默的做的 因此我们 更加要加油 所以我们去 帮忙人家 因为不忍心 去协助他 看他们脱离的 一些烦恼 我们看到 也很欢喜 这个舍念 再加上 我们身心还要去平衡 balance 这叫舍心 舍念 所以平衡之心 看待一切 我们要有这样的想 要这个观念 无论我们造的是何种的业 善的还是恶的 我们都必须自己去承担 当我们看到 某某家 放了摆棋的时候 他们看到 不忍心 我想帮他 我自己有能力 因此呢 我去了 去帮他 他能够度过这种饥饿 渡过这些 紧急的一种困境 我们也知道 他也要承担 因为事业 工作美 以前没有做除夕 没有除夕 现在疫情来了 什么都美了 所以我们经过这次的疫情 我们平时 要多做除夕 未以绸缪 不要到时候 就临时抱佛脚 平时都没有未以绸缪 没有做除夕 有时候要 防备 紧急的 所以总而言之 做什么都好 我们都要去承担 总而言之 只要心地善良 幸福 平安 快乐 一定跟随着 我们有这样的 修学的时候 因为我们有这种 美丽的心 我们当下 今天 马上 就有他的好处 我们第一堂歌不是说吗 这些不快乐的人 烦恼的人 他会面对三种 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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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记得吗 烦恼的人 你都知道啦 脾气已经好不了哪里了 包吵 因此呢 他睡不着觉了 四年 他的夜 很漫长 这样每一天 处在这种不善心 他的心很疲惫 消耗掉了 身心疲惫 很累了 因此对他的一天 很漫长 他的路处很长 累了 这两种长 还有一个 还是在烦恼之中 转来转去 因为没有听闻 没有掌握佛法 因此呢 轮回 烦恼 长啊 现在我们学果了 慢慢改变 慢慢改变 改变 他的力就来了 我们睡觉就容易了 我们很快乐的路面 很容易露睡的 因为快乐的露睡 快乐的醒来 所以我们不是 会经常祝福吗 Good morning 是不是 晚上也是一样 Good night 晚安 Good night 明天才有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他必须来自己Good night 如果我们没有一个Good night 的话 The night is so bad 你说会有Good morning吗 不可能的 Good morning是因为有Good night 为什么有Good night 因为Good day 一天24小时 我们过着一个Good day 太阳下山了 我们有Good night了 那等一下要睡觉了 下课了 休息了 睡得好 永一露眠 不做噩梦 好出来的 不做噩梦 因为内心善良 内心平安快乐 他去到哪里受人家敬爱 受人家欢迎的 受非人敬爱 什么是非人呢 鬼神 都会敬爱的 当然包括动物 狗 他不会无端端来 咬你 咬我们 他们都会感觉 这个人善良 这个人 很安全 这个人不会有敌意的 这些都是他的好处 诸神保护 好像有个力量 有一个外在力量 在保护我们 大事或小事 小说话没事 有时候我们说 有一个灾难的时候 突然间会 会 傲光 好像有 冥冥中有东西 在帮助我们 whatever 这些都是有诸神的保护 还有不被火 毒 刀 葬 伤害 心 迅速得定 心地善良的人 心美的人 他很快平静下来 很快平静的 有些人 一句话 他能够不平静 一天两天三天 一个月两个月 一年 甚至终生 他定不下来 一想到就返潮了 因为内心 缺少了慈悲 面色光彩明镜 心地善良 心美的人 他的脸是很慈祥的 所以很明显的 我们不用去打扮 不用去make up 那个自然美 自然美 自然美来自于心地善良 如果心地不善良 我们可以借用去打扮 去做美容 打扮得漂漂亮亮 甚至可以整容 在整容给人家外表看 很漂亮 晕俊瀟灑 不过里面 内心里面就不漂亮 只要内心里面漂亮 也不用打扮 为什么 我们的面色会呈现出来 那种幸福 平安的 快乐 快乐的 那个容貌 很重要 如果 内心都充满着 这种不康仁 不诚恳 不正直 不天公 不柔和 这些不善心 甚至于我们去打扮的 美美美美 那是早上罢了 打扮美美 是给人家看的 一旦晚上一下装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看 这个脸是怎样的 我最穷的是活得很不快乐 每天都要make up 为了要让人家知道他的美 所以我们学慈心的时候 慢慢的对变 我们慢慢内心变 很沉 康仁 诚恳 正直 千功 所以一切都改变了 这些是马上得到了 不用等到死后再来的 再来死后 不迷乱 他们临终的时候 我们不会迷乱 平静的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 无悔 没有后悔 感恩 不然的话 还会跟死神讨教还家 因为他很多东西来不及做 他平时都这样做 等到有一天死神来敲门的时候 他已经ready了 没有遗憾了 在人家要面对死亡的时候 因为他有政见 政思维 因此他还能够保持不乱 最后呢 如果今生他不能够正欧罗汉过 什么生活的话 他不会落恶道 地狱出身 恶鬼 阿修罗道 人道 他不会落 他只有投身到 梵戒天 这就是说 心地善良 心地美美的人 这些好处 这些利益 马上 可以得到了 可以见证了 所以学佛 马上就能够见证了 为什么说 学佛等到学的时候 往生 到好的地方去 我们学佛 当下 当下就可以得到 好睡 晚上睡得好 早上就起得好 因为晚上睡得好 没有噩梦 一定是脸色很好 很好看 如果我们晚上睡不着觉 明天起来 就是说 眼色一看就知道 为什么 无精打采 为什么你的脸色不好看 因为昨天睡不着觉 为什么睡不着觉 因为想到都生气 你看 有些人睡不着觉 因为喝了咖啡 喝了茶 睡不着觉 那个不一样 但是有些烦恼 使得他们睡不着觉 所以我们学的佛 有方法的 等一下还没结束前 我们就要学这个方法了 最后 在慈经里面 佛说不限于邪见 什么叫邪见 邪见就是对 他的认知 错误的认知 没有苦 没有急 没有灭 没有道 就是说 他 不相信 四圣地 没有四圣地 对 一切 他不相信 没有因果的 对 一切都没有因果 人死了 什么都没有 你做布施 多余的 对 不用做了 好心没好报 还有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对 这些属于这种 materialistic 他不相信 四圣地 他不相信因果 不相信 延企 这些都是邪见 所以有慈心的人 因为他 清净善知识 他听闻佛法 他越来越清楚 而不是相信 而是来自于 他亲身的学习 跟体会 因此 他慢慢脱离 邪见 而不再 落入邪见 他具有戒德 还有自见 自见是什么 他知苦 知苦的原因 还有知苦的灭 苦可以灭的 可以改变的 还有苦灭之 霸正道 有方法可以改变 他断诸 贪欲 就是断什么 无名 跟有爱 还记得吗 第一堂歌 为什么 希达多太子 叫 Buddha 该知的 已经知 该断的 已经断 该修的 已经修 什么是 该断一定断呢 他断的 无名 即有爱 贪欲 该断的 已经断了 肯定 不会再 投胎了 混毁 好 整个词经 都给大家 讲解完了 所以这部经 你们可以用功了 他要每天 要做的 好了 最后 也要做总结 要结束今天 词经的 这三堂课 现在是 词性的 可以 整个经文 我们都掌握了 了解了 也给大家 一一的 分析了 慈性的 培育 怎么培育呢 还记得吗 Meta Mavana 心 可以培育的 当然 称心 也可以培育的 我们千万 不要去培育 称心 但是我们 要去 recognize 要去认识 什么叫称心 然后要培育 慈心 一旦慈心 被培育的时候 称心 没有机会 升起的 There's no room No room for hatred的 一旦有了 living kindness 我们有一部经 佛陀开示 就是 自行经 所以我们 清净善知 是听闻 掌握了 佛法了 讲义都给了 大家了 得再温习 再重复的温习 再学习 在日常生活当中 去运作 自我审查 自我反省 我是否经常停留在 称害还是不称害呢 我今天 我是不是生气 一天24小时 我生气比较多 还是不生气比较多呢 我相信 生气只是那短暂话了 24小时里面 称害心 应该是那几分钟 那一个念头 他不是整天都是称害的吧 所以我们又知道 如果起了称害心怎么办 我们又很清楚 称害心 还是不称心 为了弃除不善法 我们知道称心是不好的 不应该的 为了善法的具足 为了不善 不称 的具足 就是慈悲 慈心 要怎么办 怎么学呢 我们要 精进不懈 就是很用功努力的 继续 不断的 做了又再做 重复再重复 重复再重复 重复久了 就是很expert了 很专业 专是来自哪里 专业是来自 也不断的重复 不断的重复 法的记住 我们要精进不懈的 还要知道当下的情绪 Sambhajaniya 知道 很清楚的 我不快乐 这次就知道了 我不快乐 因为我很平静 我知道 现在了 不是想着 昨天 早上 不是 早上已经过去 只现在 OK 还有 Satima 就是有念的 培育慈心 因为我们用慈经来学 所以我们用慈心 因此呢 有念 就是Satima Mindfulness 慈心 就是Kindness 所以我们 迟迟要有 这个Kindfulness 怎么来做呢 你们要学这个方法了 这个是我用的方法 OK 我还在学 还在做今天 给大家分享了 这他的内容 次第也是跟四念处 的内容 佛陀教导四念处 就是这个内容 重点在这里 Ata Bid Sambhajaniya Satima 就是四念处 佛陀教导 修行的方法 跟次第 比如说 我现在 很平安 好像今天 我相信大家 文法啦 你看 做了一个多小时啦 对 有没有 有没有取称汉心啊 有没有不耐烦啊 好像没有哦 发血痛满 好啊 因为我没有称汉 OK 当我们有这个情绪 这个好的情绪 发血充满 文法太幸福了 OK 回到复习 那复习本来就有的 只是我们没有注意复习 罢了 复习 我去幸福啊 能够文法 愿我幸福 平安快乐啊 幸福平安快乐 文法多法事充满 当然包括啦 幸福平安快乐 然后回到复习 如果起了称心呢 比如说 如果起了称心怎么办 比如说我起了称害心 回到复习 愿我 没有称慧啊 因为我们知道了 我已经起了称慧 称害 我们要接受 我起了称害心 先祝福自己 不是祝福 应该说愿 愿我的称慧 不要再继续啊 你可以用起 anyone 你发现愿我没有敌 都可以 愿我没有痛苦 都可以 因为称害心了 我现在很不快乐 玩痛苦 你接受自己当下情绪 我不快乐玩痛苦 愿我没有痛苦 感觉 感觉 放松 ok 甚至于 醒住坐卧 有时我们不快乐 生气的时候啊 走路 坐着 坐立不安啊 为什么 情绪不好啊 所以我们走路也好 站也好 坐也好 躺下来就好啊 我们要清楚的知道 我入习 我吸 你们现在坐看 坐着椅子 你看 ok 把眼睛闭下来 因为我们闻法啦 现在感觉很舒服嘛 都没有称心 没有贪心 只有在闻法 你看 我吸 很清楚的 我吸 很清楚的 我知道 我吸 你看 吸 吸 感觉身体放松 每一吸 每一服 使得我身体放松 你看 还带着微笑 你看 免得笑一笑 因为微笑 因为放松 因为呼吸 使得我 越来越 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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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重复 每一吸 每一服 当你能够用到时候 其实它是同时的 当我 愿我平安快乐的时候 年也是微笑的 你会微笑的 每一吸 每一服 我们的笑容 很安详的 因为安详 因为笑容 我们平静 所以我们这样来 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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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后就 也不用说 愿我平安快乐 我们只是 清楚的 我吸 我服 那是三次 那是一分钟 一秒钟都很好 之后呢 我要走路 我站起来 也是一样 当我们走路的时候 整个过程 我也这样 带着微笑 很平静的 很relax的 很安详的 对 能够这样子做 我们去到哪里 行住做我 内心都安详的 然后我们的旁边 这些人 跟我们在一起的 他们都可以感受到 感受到我们的微笑 感受到我们的relax 我们大家都有经验的 当我们的亲人 他们在紧张 在痛苦 在不快乐的时候 尤其是我们做孩子的 都可以感觉到的 会受影响的 尤其是我们做父母市长的 哪怕是我们起了 比如说在这种疫情 疫情发生了 跟以前的状况不一样了 生活都要调整改变了 如果我们家里 有孩子的 我们也要让他们 一起来学习 来面对 一起来去承担 孩子有孩子的 面对 让他们学习 现在是一种 一种 global pandemic 把这些来学 不然的话 不然的话 父母已经都非常辛苦了 孩子呢 不问不问 我确实看到 父母经济 状况已经受影响了 但是孩子没有感觉的 他们不知道说经济是怎么回事 他还是要要求 他们不会节省 不会省吃省用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从小到大 来的是理所当然的 现在爸爸妈妈的经济来的都美了 但是对孩子来讲 你还是要provide给我 不能够节省 因为他没有感觉 所以在这种 pandemic 这种疫情 我们要带领到孩子 一起去学习 哪怕是小朋友 小学 中学 这些孩子 我们做父母 师长能够带领到他们 来面对学习 等到有一天 他们年长的时候 长大的时候 未来 当他们在面对这种问题的时候 他有抵抗力 有免疫力 如果现在我们不教导 我们的孩子的话 现在我们父母称心 烦恼 孩子都 跟他好像没有关系的 我是比较有看法的 应该让孩子来学习承担 不是说叫孩子去找钱 不是 就是可以帮忙一些东西 以前的零用钱 比如说每天的零用钱 五块钱 现在经济不一样 家庭有点改变 爸爸不能够带你五块钱 不能够再给你以前的每天五块钱 我看要怎么来节省 你说怎样 你能够怎么节省 给孩子去承担一下 他讲 这样好了 这样你就 我以前爸爸给我五块钱 现在我也承担一点 我拿三块钱就好了 不错 你看 让孩子也一起去承担 不然的话 父母还是这么辛苦了 还是一样 给孩子 曾经那个习惯 孩子没有感觉到 因为对他来讲是理所当然的 只有要求越来越多 有真 没有减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 这只是称害性 还有很多的 这些所谓不善性 贪婪性 执着 不舍 不贪婪 我们很清楚 只要 只要这些情绪一升起 称 还是贪 还是昏沉 睡眠 就是 很昏沉 要打个睡 都要知道的 掉局 散乱不安 还是 很安 有疑惑 由于不觉 还是不移 愤怒 还是不愤怒 污染 就是指 烦恼 还是不烦恼 暴躁 很暴躁 还是不暴躁 懈怠 还是不懈怠 不定 就是心不平静 还是有定 都要知道的 一般我们自我审查 自我 知道的时候 我们不会 经常 停留在 这些 不善法 当我们察觉 升起了 不善法的时候 我们要精进 知道当下心情 然后去 记住善法 怎么记住呢 你可以用这个 愿我快乐 愿我快乐 我们必须要知道 我自己不快乐 而不去排斥 千万不要去排斥 应该去接受 我这个 称恨 我的痛苦 但是不能够 确计 不能够停留 记住 这句话要注意 不能够停留在 称恨 贪婪 不能够的 而应该停留在 善的 所以我们这样来运作 所以这个已经交代给大家了 真的要做的 尤其是孩子 都要教导的 趁我们年纪还小 赶快学 每天 先让孩子 我们先来祝福 因为以前都没有做过了 现在先做什么 早安 晚安 午安 你看 从那个最基本的东西来做 尤其是待人处事 从小小的开始 有时小小的东西做不好 怎么去做大事情 能够把大事情做好的 他是从小小的事情先做好 小事情做不好 如何去做大事情呢 所以这些都是因果的 因为他的关系 大家要知道 OK 总结 这三堂课来的 慈经 总结 慈心 meta应做经 只要我们能够一教风行 一教风行 听闻了 了解了 就要去做 做的过程当中 会发现 很多都不懂的 还要赶快去擒拔了 去清静善知识 去闻法 修学的过程当中 他能够让我们 甩掉漫长的夜晚 现在可以睡觉了 不用遭受这种 insomnia 不用遭受这种 失眠症 不用再吃药 不用再吃安眠药 我们吃什么 我们用佛陀的甘露水 佛陀的法 佛陀的甘露 四种甘露水 所以我们不要再靠安眠药了 我们甩掉漫长的夜晚 脱离身心的疲惫了 更重要 我们获得心灵的平静 重点在这里 强大的心力 来自于平静的心 人睡不着 人睡不着 疲惫累 因为心不平静 心为什么不平静呢 因为烦恼 为什么烦恼呢 因为做了烦恼的因 什么是烦恼的因 不康仁 不诚恳 不正直 不谦功 不柔和 骄傲 不容易照顾 诸根不寂静 不谨慎 不谦虚 词经里面 佛陀开示的十四中三法 没有做到 因此使到他自私 使到他怀疑心很重 这种的烦恼 消耗心力 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了 学佛了 调整了 呼吸 一旦呼吸 不来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就结束了 那天跟一个佛友分享的时候 没想到他也中了COVID-19 然后第四期啊 进入了ICU 呼吸是那么的宝贵啊 在私人医院 你住上两个礼拜堂 为了要复习啊 要哪一个新鲜的复习啊 他复习都痛啊 吸口气都痛啊 氧气没了 为了要得到氧气 啊 总而言之啦 他也 最后也平安 出院了 但是他的费用 不是一百两百块钱啊 好几十千啊 平时呢 我们没有好好的复习啊 本当我们吸不去 吸不来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 呼吸那么珍贵 其实呼吸是免费的 氧气本来就是免费的啊 为什么要到现在 为了要买个氧气筒 你看 医院都不够氧气筒啊 平时呢 我们都不在乎啊 我们在乎什么 在乎烦烦恼恼 恩恩厌厌 消耗了我们的心力了 所以今天疫情的发生 是在让我们人类 反省啊 自我反省啊 不是自我买厌啊 而是自我检讨 之后再改变 重新再来啊 重新再来 renew 还要重新 这个新啊 不是新旧的新 从内心开始 重新再来 所以我们要修习此心了 好我们大家来 加油吧 好了 三天了 三堂课 总算把此经给大家介绍了 佛陀只是指路人 师父也一样 佛陀指了这条路给我 今天带领着大家一起来学习佛陀的此经 我们大家一起加油 好不好 好了 延迟功德 我们来回向 来祝福 一切一切的众生 包括我们的父母师长 我们的兄弟姐妹等等 这些我认识的 甚至于不认识的 哪怕是燕青在主都好 对 我们都希望他们都得到幸福平安快乐 幸福平安快乐 不是求来的 幸福平安快乐是做来的 要是修的 等下回向的回向文里面 他里面都写得非常清楚 在我们在意念的时候 看看他的内容 然后随着他的内容 观想 散发 我们的慈爱心 也把这个功德 回向给一切众生 尤其是我们的父母师长 来请大家合掌 功德回向 愿于持功德 回向于对我有大恩德的介施 善于辅助及教导我等的师长们 父母亲 父母亲及一切亲属 日神夜神 记住崇高得恨的人 梵天 摩罗 樱陀罗 护华为世间的众天神 夜摩天 及一切人类 不管是亲密的 不相似的 以及是烟丑的人 愿他们快乐 愿我所作之功德 带来三种乐 现世 来生 及解脱 愿 心愿能早日 实现 愿以此 福业 以回向的功德 使我能 述出心中的 可爱 与直取 在我还未达到 正物灭盘之前 愿我所有不好的素质 得以消除 每一生 每一世 不管我身在何处 愿我能以 自主的心 殊胜的正念 及智慧 及无比的精进 产出一些烦恼 摩罗将不再有任何机会 趁惜破坏我的精进来 佛陀是我作业的归处 法是我至上的归处 必知佛及生且 是我殊胜的归处 凭着他们无比的威力 摩罗不再有任何机会了 愿一切众生 没有敌意 藏在快乐之中 愿一切皆能 分享我所具备的功德 sa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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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大家 晚安 good night 明天肯定是good morning 希望大家能够保持 always good morning 我们 师臣李贤前平法师 也感谢大众 恭敬聆听 现在我们 还有一点时间 可以进入问大环节 大家有什么问题 请是法师的 请注意一下 如果我们要问问题时才打开麦 然后问完后就把麦管掉 这样法师解答的时候就不会有噪音 请 这里有个 李妮有个问题 9点41分 有个问题 请允许我发问 可以 因为我看到的情况是讲说要守五界里面除了不杀神还要复神 所以现在的情况有时候会面对一些那种蚂蚁 尤其是现在我已经少用就是说蚂蚁在那个滑盆下面 因为潮湿嘛 那一只下雨 所以这样的情况我尽量把它扫掉 搬掉另外一个地方 它又回来 所以现在的方法附身 我已经没有办法再附身 我买蚂蚁药就全部死到完 我不懂怎样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而且我也一直 跟蚂蚁讲了 我现在给你机会 因为这个不是你的家 所以你尽量的绑走 不然等一下好像会伤害到你 所以我每天去听你 少少少把它 换掉 然后回来 明白明白 这样的附身方法 我已经尽量做到了 但是就是不能够 断掉这个方法 怎么办 怎么叫附身 刚才 附身啊 就是你的花瓶 花瓶的下面 它潮湿 对 对蚂蚁是它的非常舒适的家 你要种花 花瓶下面 当然有泥土有水分 那种的条件 对某一些小生命 是非常完美的 但是是我们不要蚂蚁 是我们不能够容纳它 其实它也没有干扰我们 你的花瓶每天都摆动吗 每天都移来移去吗 没有 但是就看嘛 移来移去啊 因为你要去看吗 如果你要看的话 我们灭不到蚂蚁的 不可能 是 所以我们护身是什么呢 什么叫护身 还是因为你要护你自己的 因为你不喜欢蚂蚁 讨厌 因为它也没有伤害到我们 因为那个花瓶 因为我们我的慈心灵有很多花 我们这些居士非常爱花的 包括师父本身也喜欢花的 我们整理一个花盆 然后放在一个我们喜欢的一个地方 地点 人家看得都很发喜 你看 但是我们放了放了半年一年 从从来没有移动过的 在周围花盆旁边 它有草有其他 我们都打倒少少干干净净 但是偶尔我们会移动 一旦一拿去 那花盆的时候 哇里面不只是蚂蚁 还有蚂蚁的蛋 对 因为我移动了 是它的架 再来不要忘记 你知道吗 小蚂蚁的寿命是多少 我们一天 可能小蚂蚁的寿命 可能是它的 等于它们 一天等于它们的寿命 对 每一个众生的寿命不一样 它你花盆里面 你放大一年 它已经多少代了 它一生长大 它就跑掉了 其他的小蚂 会寻找 另外一个所谓的 只是说我们不喜欢 但是不要忘记 蚂蚁 它有它的作用了 这个大自然里面 它 蚯蚓 蚂蚁 甚至于摆蚂蚁 你看 只是说它 我们感觉 说感觉 它们破坏我们的东西 所以我们要把它杀掉 其实它是一个死无恋人 所以在我们心态 我们要种花 要做这个 我们避免不到 所以我们不如去 embrace它们 不是很好吗 如果我 我在想到一样东西 如果有一个高高在上的人 不要说人 我们是蚂蚁的话 如果他们会对付我们 因为我们人也不简单 人是很坏蛋 它们是不是要用杀虫药 现在都用了 它用什么 用COVID-19来杀人类 是不是 如果有上面 所谓的上面 有一个 现在他们放毒药 人是在破坏 人非常破坏性的 世界的问题 谁知道 不是蚂蚁 是人本身 人的心态 那是问题来的 所以我们要 go back to the root cause 你不相信 之前第一次的COVID 不是COVID lockdown MCO的时候 lockdown一两个月 你看 河流 小溪 森林 哎哟 这些动物 极happy 整个气候 整个环境 都干干净净 因为 我们把人类 关起来了 一旦把人类 关起来 世界就非常干净 所以问题在哪里 不是蚂蚁 不是蟲 不是害虫 不是 真的的害虫是什么 你自己去思考一下吧 你要种花 我们要接受 这个环境会吸引 跟它相应的 肯定的 接受它吧 不然的话 你种花会很烦恼的 干净不要种咯 又没有蚂蚁 又要蚂蚁 又要种花 又不要蚂蚁 很烦恼的 明白吗 好好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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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可以请问题吗 不要客气 我能够回答 师父我是比较年轻的 就是说又学佛 但是又同时 又好像外面的年轻 这样子有打游戏嘛 然后那些游戏里面 也是有打来打去 杀来杀去的 这个跟我们修学持心 好像会影响到 因为我们的心里会一直想着要赢 要想着要怎样去打 所以又会上瘾 所以那个心就真的很 越来越干燥 越来越硬 请师父开示 你都知道答案了 你一定纯瘦了 非常好 恭喜你了 因为你自己亲自体会到了 因为我们已经长时间在停留 我们说刚才课里面不是说吗 心住在那个不散法 长时间住在里面 我们会上瘾的 edited edited的 你知道 我们说这个是不应该的 所以要怎么办 你接受了 很明显你一定接受 但是你想改变 所以下面不是有三个字吗 atapit sampajana satima 要用功努力的继续 是改变 你要注入好的习惯 好的习惯了 你要divert 除了玩游戏 没有游戏 你就会怎样 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你的游戏吗 一定要有好的东西代替的 我把你的游戏拿走的话 如果把你的电源把它unplug掉 没有电supply的时候 你会怎样 你要想到这个 那么现在我要把这个习惯玩游戏 我要拿走的话 有没有东西好的代替呢 很重要 就好像现在 你在听闻佛法两个小时 如果你有没有听闻佛法的时候 会不会两个小时在玩游戏 所以就是我们要divert掉 有一些人选择玩游戏 为什么他要打发时间呢 他没有方向 没有目标 所以他也要 不然他日子难过吗 所以他玩游戏 但是这个游戏是使他懈怠的 如果那个游戏是提升的话 也没比 但是我们的游戏就使得我们懈怠 使得我们堕落 答案我们都有的 但是我们知道的时候 我们要很强的决定 不要再做了 我要改变了 要改变 你先有一个好的habit来代替 比如说看书 找一些你有兴趣的在充实 比如说发现自己的不足 比如说语言 我去学英文 去补充 我们可以divert掉 因为从中里面可以获取兴趣 所以之前我好像第一堂课都有讲到 学习是很快乐的事情 打游戏当然快乐 因为有精神的寄托 读书上课求学 不是很快乐的吗 为什么去学习这些知识 变成那么痛苦呢 所以当然跟我们的成长的教育很重要 我们的环境 如果我们从小 我们父母师长 教导我们 把这些学习的这种好学 这种的心态 从小就建立好的话 他很喜欢读书的 我也发现 我也看到我们这边有几个小朋友 真的 他一来到学习 他很喜欢去读书馆的 这些读书馆 这些小朋友 会去找他喜欢的书来看 儿童故事 他看 他看到其他的小孩子来的时候 他们玩游戏 他会好奇去看一看 但是吸引不到他的 他还是去看他的书本 因为书中 自有黄金物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其实跟他的父母的教育 有密切的关系 今天我们发现到 我们对玩游戏 好像爱不释手的话 所以我们要决定 不应该了 调整 精进 阿达比 阿达比就是要 要持续的 勇敢的 不懈怠的 来改变 可以做到了 已经做到了 你想改了 加油 加油 可以做到了 OK吗 班达 你好 班达好 班达我一个问题是说关于那个吃素的 因为我一向都是有吃肉的 那么现在所说的附身 那么吃肉这个月会很重吗 请班达开始 吃肉 没有 没有 因为现在的COVID这样子的情形 COVID-19很多人都在推述 那么我很惭愧 我没有吃素 但是我真的是很忏悔 然后我心里也是一直很不安 忏悔因为吃素 忏悔因为 赤婚 因为 对对对 是觉得很不应该这样子 但是又做不到 因为我是一个家庭主妇 慢慢来 然后一向来 然后一向来都是都有在家里的人或者是样子 这个是很普遍的 不要为了吃素 起烦恼 会很烦恼 时常会起烦恼 就是你的观念你的知见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学会问为什么 吃肉 吃婚 就同样的不在我们吃什么 很重要 如果讲说 我们的心 我们的业 业不在于什么 不在于吃 所谓的恶业 是在于我们的内心的这种的动机 那很重要 不是我们怎么吃 而在于比如说一个人的造业都好 重啊 他第一条件是什么 他起撑心 他撑心 我不喜欢 再来我要把他杀掉 我不要见到他 一个是起撑心 然后我要杀掉他 要么是我想吃他 里面又有撑心 包括贪心也一样 所以你要把一些东西杀掉 你要有一个方法 你会用刀 把它宰掉 但是他要有生命的 活生生的 他是活生生的生命 因为你想吃 还是什么都好 我们用一些工具 刀啊 还是木棍啊 要把它敲下去 然后他的生命结束了 整个过程 很重要的 因为内心充满着这种秤 还是贪心 所以造我们造就了这种的业 很重要的 所以像我们学佛的 学佛了时候 我们知道说 素食对我们的健康有非常大的帮助 很重要哦 对健康有很大的帮助 科学家医生已经证明了 他们现在很多人已经改变他的饮食 所以他们改成素食 很好的 不是因为你吃了荤 你就下地狱 不是因为你吃了素 你上天堂 上天堂是因为心地美 心地善良 上天堂不是因为我吃素 这个很重要 但是Bandai 我是知道 因为在杀的过程里面 那些动物是非常苦的 所以我这边 我就 那个慈悲心 就是没有 没有 没有启发我的慈悲心 因为这个过程是相当苦的 我都知道 但是我就是做不到 其实学习不是很逼来 它是慢慢来的 比如说五戒里面 很多人只是意义地说要去 因为他习惯了 不是一天两天 一个人要改变习惯 他第一件事情是要对事情的了解 比如说讲 我要回到巴黎文 我要回到巴黎文 不是说我们凡文的 我受词布萨生戒 但是它里面有一个字叫受词 巴黎文是 就是我学习 受词布萨生戒 我学习哦 因为过去的习惯已经养成了 还有我们的环境 所以我们可以慢慢来的 我学习布萨生 不是因为 什么 很重要啊 它的动机 我经常教导信徒啊 就这样说 我受词布萨生戒 是因为我看到 体会到生命的可贵啊 小只蚂蚁 大只啊 这些动物都好 因为这些动物啊 都贪生怕死 所以因为我看到它们 我不忍心 因为不忍心 所以我不伤害了 我不伤害 我要保护它 但是我这个学习 我们不能够apply到每个人去 我们不能够apply到每个人身上的我 所以最重要是说 我们要知道 我为什么要学习布萨生戒 很多人 跟它的动机不一样 因为我是佛教徒 所以我要学习布萨生 有一些 我学习布萨生是因为 我恶业 我会下地狱 还是我学习布萨生 因为我看到 我知道生命的可贵 它差很远的 它里面有慈悲还有智慧 不然我们学习 又学到很烦恼的 我看到谢佛的人 越学越烦恼 不对了 因为就是 越学越感觉到很烦恼 就是理解 所以我就说 资金也一样 因为自己本身也做不到 不是做不到 因为在武器里面有个杀 所以说学佛 学佛一定要把知见建立好 你们一下子就学习布萨生 布托道 这个证件都没有掌握好 很大问题 所以学佛学到越学越烦恼 最后学到最后佛都不学了 我就学基督 基督 教育更容易 可以说我们学佛学到他们烦恼的 其实我们对事情的理解不掌握 因为你们没有上课 没有赤地 所以为什么 一开始第一堂课都讲很清楚 赤地学 赤地修 赤地做 赤地正 现在我们没有赤地学 赤地修 赤地学 直接去做 所以烦恼很有压力了 我做不到要我马上改 所以我们对佛法的修学的理解 我们那边要稍微再调整一下 当然是个精彩 所以为什么佛陀都很重要 我们清净善知是听闻佛法赤地要掌握的 不然的话很多问题了 因为之前有清净一个善识字 他所谓这个五戒里面的善 就是杀自己的自信 这个财政 自信佛 自己本来就是佛 就是杀自己的自信 你再请教他 请问我不明白什么叫自信佛 自信佛怎么杀 所以我们学佛要问 我们不要佛陀都在高拉玛书达 不管你是佛陀还是谁还是师父 他讲的答案的时候 我们要听明白 他要问不明白要弄清楚 为什么讲什么叫自信佛 自信佛给杀掉吗 怎么杀 到底自信佛是什么 所以我们只是接受一个答案 without questioning 只是接受 而不明白他的所以然 因此我们学到很烦恼的 很普遍的 所以玩鼓励你们去问 为什么 比如说你看佛陀一开始吃惊 抗能 什么叫抗能 抗能诚恳正直 有什么关系 什么情况下使得我不抗能 你们懂得问 现在我们的教育没有这样 我们教育你要听你要学 你不要问这么多 你做就对 我怎么没有这样教的 我不是这样训练起来的 我的老师 我的虾都 我们要有一个非常 我们很crippy 什么 在我们学得很快乐 很发喜的 所以我每次在讲的 真的我学习很快乐的 我什么都学 我可以design 我可以design and build 很多人都不相信 他们还以为我是engineer 是architect 我真的不是architect 过过我的庙 我自己起 我自己设计 我自己安排 为什么 我好学 我出家人 不怕苦的 我可以审 我可以做得来 我做 我不懂 请教 所以我很快乐的 当然不是说我没有烦恼 很多烦恼 因为很多东西处理不到 为什么处理不到 经验不够 经验不够 学 所以 每天都在学的 不然的话 你学习东西很痛 很烦恼 好 跟师傅开始 不要去学 不是更好 又不对的 所以我还在强调 在让大家知道 做学问 做什么都好 一定要建立好 政见 就是对事情 我做的东西的了解 现在我看到孩子 都落入这个问题 不喜欢读书 为了读书而读书 他看不到他未来 为什么要做学问 现在有COVID COVID还有MCO 孩子急快乐 为什么不用上学了 所以你看 他看不到 做学问求学的 他的好处 本来他长大的时候 他后悔 输到用时 方恨少 多少的长辈 你看 他去国外 去机场 连那个BORANG都不会甜 英文 中文 马来文都不会甜 他才后悔 早知道 你看 太迟了 所以现在孩子 看不到这个 所以谁的问题 学习都不快乐 学习很多压力 修行也是 应该说 修行很快乐的事情 磁界是很快乐的事情 所以磁界很烦恼 痛苦 你要检讨了 你真的要检讨了 你的指电 所以你好好去请教 这些法师还是老师们 深入一下 什么叫业 什么叫 whatever 你得到这些讯息 要弄清楚 然后你再去学 你不明白的东西 你不要否定它 放一边 然后再请教 去做 现在你已经做了 越做越烦恼 就是说有问题了 不是佛法有问题 是我们的理解有问题 你的理解从哪里 还是师父说 师父说一定对吗 我们要来分享 师父再请教一下 到底佛陀怎么说 比如说看你讲自信佛 自信佛可以被杀的 我听到怪怪 这个问题本身好像 很难understand 自信佛怎么被杀 所以很多疑问 所以从学习 能够让我们 很有兴趣的 好吧 好 看师父开始 看 sa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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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我们还有时间吗 有 反正就会堂课 结束就结束了 有问就堂课问 机会难逢 这里有一位佛友 他是在这个checkbox那边 提问的 他说 请问法师知道对方 恶习 以外脾气 是针对我们 除了对他给予慈悲 与同情 我们常念词经 回向给他 可以改变他吗 单单回向改变 不容易 因为我们说一个人改变 他就是当我们 人在针对我们的时候 一个人在针对我们 他有他的那个 所谓坏习惯 这个坏习惯是累积的 我们不能够要他马上改变 但是坏 还要还要记住 很多时候我们认为 可以改坏习惯 这个好像我的理解 还有我的经验 坏习惯怎么改 坏习惯已经建立起来 怎么去改 改不掉的 因为我们的习惯是来自于 不断的重复 重复再重复 就变成我们的习惯 所以习惯有好跟坏 所以如果我们习惯是 恶的不好的行为 做起来变成我们的坏习惯 所以坏习惯已经建立 怎么改呢 没有得好改的 但是我们学佛了 过去的坏习惯是因为 我们的无知 我们不懂 现在我们学佛 我们知道了 因此过去的这些种种 我不再重复了 还从今 从现在起 我要养成好习惯 所以这个好的习惯 也是要不断重复 再重复到有一天 变成好习惯了 一个人的坏习惯 他能够用多少年累积起来 不是因为我今天学了佛 我们用十年来建立一个坏习惯 你想用一天来改变坏习惯 No such thing 我们用十年来累积坏习惯 我们同样的也是要用十年来去累积 好习惯 怎么这个要做了 所以为什么你看 刚才那个自信经就很清楚 我们发现到我们有坏习惯 我们知道这个坏习惯 带给我不好 还有很多人不喜欢我 所以我不要再做了 不可以再做了 我要做好习惯 讲好话 做好事 还有要谦虚 要柔和 还要经常清净三知识 但是你这个朋友 他没有清净三知识 他不懂 他的习惯很深了 他每一天都停留在 那个地方 尤其是你是他的所缘 他看到你 他就不喜欢 谁 他看到你就不喜欢 你看怎么办 所以你要有智慧了 或者是先眼离 或者是说 微笑了 不要跟他顶嘴 祝福他 内心的祝福 因为我们的习惯 我们的行为 使到他对我们有一些 怀恨敌意 一定有原因的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肯定是有原因的 误解 沟通 还是其他因素 使到他产生一些 不好的印象 所以他 时时在针对 我们了 所以你要有方法 你要谦虚如何 right time right place 刚好他是right mood 还有你要用正确的 语言沟通 来跟他好好聊 才能够打破 他内心 储藏的那些 解 而不是 在那边 祝他 愿意 没有敌意 是好的 因为你不会跟他 诅咒他了 但是还要对方 他是双方的 他不是单方的 尤其在这种 misunderstanding 他必须来自于双方 单方不行的 但是你这一方是很好 因为你不在住 住在那个不好的心 但是他呢 每天都在住 所以你要怎么帮他呢 就是不要再刺激他 听到明白吗 好了 Mante好 Mante 有一阵子的时候 我有在念 每天都有念 慈经 所以当念到 愿一切众生 皆幸福 安稳 和快的时候 就可以免待微笑 生起那种愉快的感觉 可是 就过了一阵子 有一段时期 我念不下去 因为 没有那种愉快的感觉 也不想散发慈爱心 给众生 我不知道 我不确实知道 有什么原因 可是就是念不下去 不想念 念到这一句 因为有时候 去公修 会念慈经 可是这句 愿众生 这句的时候 我就不念 因为 很念 你看 你懂得去observe了 之前 你的经验 念的时候 可能发喜 在某一些时候 念不下去了 念不下去 你都不想念了 你想念 你跳过去 所以你可以 看到我们内心 处在这种的情绪 所以说 我们不要只是停在 停顿在那个念经 念慈经 我们念是为了要明白 整个法义 还要去学 你我们念经 念得懂过难熟 我在问你了 念经念了这么久了 你还 你抗人吗 诚恳吗 正直了吗 你劝功了吗 你柔和了吗 当那一天 你劝功柔和 在一起共修的时候 你一定很发喜充满的 当某一天 你念不下去的时候 因为这一天 我们的内心不美 不美丽 一定有原因的 那天的心情不好 一定有原因 然后你去共修 念的那一段的时候 因为你的内心装作 称恨 所以在那个时候 你不要勉强自己 你要接受我去称恨 在那个时候罢了 但是你的善心 多过 称心 还是称心 多过善心呢 你看 你问这个问题 是已经过去很久了 怎么会消失呢 所以这边 你要体会到 你看 我们只是要好的 我们排斥不好的 不能够的 佛陀说 好的 要知道 坏的 也要知道 坏的升起的时候 不要停奔在那边 好的升起的时候 要把它延续下去 这就是四种精进 很重要的 不要只是一种 行事仪式 罢了 我们念经 是要念到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经典 如果你念 Garaniya Sutta 前面都讲得非常清楚了 欲获得极尽的善行者 应如是修学 康能诚恳 康能诚恳以正直 千公如何以不慢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忽略的这个 我们跳到哪里 愿意借众生 没有痛苦 愿我快乐 愿我没有敌 你看 但是他的内心 不美 所以是学佛 要老老实实的 要从基础做起的 就是所谓的戒学 持经的十四种善法 康能诚恳正直 它属于戒学 很多人忽略了戒学 所以越修越烦恼 就是我们的赤地 没有掌握 是的 谢谢 因为应该可能就是 没有柔和 对 没错 所以柔和要怎么来 心要平静 心为什么平静 我们的脾气不好 当然我们的观念 有时候自我的观念很强 所以使得我们 会牵动到我们的情绪 但我们想学佛 学的时候 我们学的就是 众善奉行 好的全部要 坏的排斥 不能够拥有 但是你看 我们都有经验的 你想不生气 他越生气了 对不对 你想不生气 你想平安平静 都那么短暂 所以以后啊 你慢慢学的时候 我们发现 不管是好的 也是坏的 有生就有灭的 好的时候 因为因缘具足 他好了 因缘具足就好 因缘改变了 就变不好 但是今天 你的因缘改变不好了 你开始问 为什么 谁 当因缘很好的时候 很平静的时候 很乏喜的时候 你就不问 为什么 谁 好像好是理所当然的 坏的不可以 谁说的 佛陀要知道我们 要让我们知道 诸恶末作 众善奉行 所以我们要知道 恶跟善要很清楚 什么是恶 什么是善 现在我们只要知道善 恶 抬车 不认识它 不了解它 也不想 怎么会有智慧呢 越血越苦恼 不认识它 很普遍 蛮普遍的 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 所说的文师修 文的基础没有 次第没有建立好 继续吧 此经你会背得非常好了 在深入 现在有很多解释 现在很多这些好像 慈爱波 那个明法比丘 知道吗 我都忘记了 非常好的解释 它的注解 你可以拿来做参考 对此经的每个内容 很清楚 还有叫法师 很优秀 解释非常有刺激 他的脸只会念念念 就好像鹦鹉这样 念经 但是不理解文字 那还不够 还不够的 好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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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者晚上好 尊者你好 我在在下 其实很 很发喜 可以听到尊者的这个开始 不过其实想 请示尊者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如何 将词经 利用在这个 团体的运作当中 因为很多团体 其实 无论是佛教 还是外面的团体 我们经常都会 有不合合的情况发生 比如认我是非 妒忌 出于妒忌 想妨碍别人的进展 或者出于妒忌 会有这种 理事或职位之间的 这种争取 这样的一种乱象当中 那词经是如何可以实践 在这个对质或对立里面 让它化为圆融呢 谢谢 这个是很common的 在什么学会 在NGO 还是在一个公司都好 non-profit organization 还是都好 只要有人的地方 都会有这个问题 it's so common but 这讲到团体的时候 尤其一个teamwork 讲学会就好 当我们这些理事会 当我们come into 一个committee的时候 不要忘记 我们必须要建立好一个 剑和同结 要有一个同一个剑 所以我们是三宝地主 学佛 我们要同一个剑 那个剑叫什么 那就是法和律 Dhamma Vinaya 或者说佛法 Buddha Dhamma 很重要的哦 这样全部来的committee 全部都没有三个 没有赤地学 没有赤地修 全部有自己的battern 自己的想法 所以一个团队精神 他有没有和和 安乐平静 我们用三个字叫做 和乐静 现在一个人和人相处的时候 一旦相处去共事的时候 才产生到什么 不和 不乐 不清静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 不能够同意 想法不同意 就开始辩论 开始有意见 因此争吵 争吵的时候 就引出很多很多的问题了 所以你看 在一个committee里面 尤其是一个teamwork 这种的 所谓的 这个 我们说那个 我们佛教其实佛的有教 那这叫什么四色法 很重要的哦 四色法跟六合静 所以六合静精神跟四色法 四色法 我相信你应该知道哦 不思爱与同事立行 四色法就把你我之间把它射起来 靠什么呢 彼此牵在一起 能不能够有爱语 能不能够分享 不思就是说奉献 现在不是我 来到里面都要show off 有时候团队里面 每个要show off我的厉害 那就是问题 斤斤计较 所以就产生很多的问题 所以我在应该说在一个人在form一个committee的时候 必须要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宗旨理念 要掌握好的 尤其是要建立好三学 界定会 直接一点就是巴正道了 要上课的啊 不是全部一下子进来就是进入committee来办事的时候 他们都是没有方法 所以我们做一个领导者啊 比如说你是主席啦 还是里面的committee 还是exco都好啊 我们一定要教导他们 用什么教导 用佛陀的教法 来带领着大家 这很重要的哦 真的要上的哦 尤其是组织学 人和人的沟通 相处 很重要的 明白吗 如果能够上这个东西了 如果知道这些赤弟的话 就能够避免很多这种不愿快的人际关系的 很普通的 因为没有方法嘛 对 感谢 感谢争者的提点 因为我们一发现到说 其实如果尤其佛教团体出现这样的一种现象的时候 他其实会大大打击 有心人是想要奉献的这个可能性 对 好的不来了 好的不来 在里面就争 对 他很大的伤害 所以以后啊 人就不想学佛了 所以我们佛教就开始没落了 感恩尊责的提点 谢谢感恩尊责 好 大众啊有问题吗 我们要争取时间 其实很简单 大家都知道 反正在 我这边有一个疑问 就是说磁心跟磁心场 是两个不同的修学 对 谢谢方 磁心如果要用正确的 你有听过的保护的护是护卫 保护的护是护卫 佛国教导的 现在我们学的是磁心禅 其实不是磁心禅 如果再用正确的应该是 Metabawana Metabawana就是磁心的培育 在磁心的培育的过程当中 比如说从十四善法 到那种祝福 还有我们贵相 这些是属于定学的 因为学了Metabawana 在磁心禅的过程当中 磁心的平静 就产生所谓的磁心禅 Metabawana Metabawana来自于磁心的培育 很重要 听得懂吗 Metabawana 这没错了 Metabawana 现在你们用华文是翻译用 普遍上都会用磁心禅 磁心禅 那巴黎文没有用Metabawana 佛陀用Metabawana 四户位里面 它第一个就是 Buddhanu Sati 佛水念 Buddhanu Sati Maranu Sati 死水念 还有Asubha Asubhabawana就是不尽管 再来这个是Metabawana 磁心的培育 在磁心的培育 我们会获得 Metabawana OK 明白 很重要 明白 谢谢 Bandai 你好 我是禅帝 那个想请 可不可以请Bandai再 详细的 可不可以请Bandai再讲一下那个 Kanon 因为之前听Bandai讲 讲里面很清楚了 我已经把那个内容放在里面了 Kanon是有五种的精进 五种的Vilya 第一个是很重要是信心 Sabda 信心 所以其实就是具备这几个就是Kanon 对不对 信心健康 信心 Bandai 它叫做五病 没有生病 就是健康 信心健康 还有精进 是 精进 还有一个是 坦诚 就是没有 没有 狡猾 最后一个就是 什么 最后一个就是 那个叫我们翻成 瑞智 只要他 只要我们不具备这五个 就不属于有堪能 对吧 就是不堪能了 不是不是 不能这样讲 不是这样讲的 不是不是 因为我们用的语言 佛陀 巴利文是sako sako的意思是什么 sako 就是说他 他有这种的quality 他这个quality 比如说有堪能成的 他是quality 哪怕我们有一分的 一分的信心 我们就有这个quality 不是说要具备的这个 sako 你有信心 有能力的 在修学的过程当中 因为我们初学者 这个sako 随着这样的学习 会越来越强 越来越强的 从一分到一百分 你这样 叫sako 意思就是说 假设我们现在要具备这个信心 然后具备这个健康 具备这个 健康 然后还有那个 就是讲这一些东西 就是这刚刚讲的那五个 然后那五个就是 在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 之内我们就是要把它 一一的从一分 然后慢慢增加两分三分 是这样子 学习因为解释 解释是这样来解释 其实 信心健康 在我们清静三知识的时候 学习不断清静三知 从服务奉献 学习 服务奉献 文法 红法 他 这个信心 他从中慢慢成长的 不是说我修行 我去学信心 学康能 学诚恳 在我们的progress当中 他这东西同时升起的 而不是说刻意性 我要把十四三法 全部一个一个来去学 其实当我们 在清静三知 在服务当中 所以今天是 今天这个词经 是属于内心的quality 但是去哪里获得呢 很重要哦 真的是我们要有这个quality 我给十四种的内心的很美的心 去哪里培育呢 我知道抗能啊 信心抗能诚恳正直 劝功柔和不慢 这个quality我很想要啊 去哪里得嘛 为什么有些人不抗能 不诚恳不正直呢 所以使得人家讨厌他 怎么会这样呢 但我要人家喜欢我 我要抗能就能够抗能吗 怎么去学 对我会问我 所以佛陀有教导的 为了要培养这个呢 我们就要用回十种福业了 十福业 从布施 慈戒 修心 你看恭敬 或者是我可以用吉祥经 你要有信心呢 我们必须远离以色人 清静智慧者 远离那些以色人 以色人他有邪性盲性 我们要清静有智慧的人 因为他有信心 正确的信仰 我们清静善知是远离以色人 还有我们去学习去 去恭敬这些老师们 对父母 对父母施掌的签功 爱父妻与子 如果是出家人 sorry 如果是出家人 同样一样的 出家人也是人吗 出家人不是人 有些人只是出家 出家人 我们只是发了个愿 你看 我们想修行 当然每个人的 他的所谓的发愿不一样 对 有些是学菩萨道的 有些是圣文道都ok的 他在这一生中能够奉献 对 都很好的 所以要很清楚的 所以只要我们清静善知识 去服务 从十佛业里面 其实所有都是服务的 就是给予 give 只有在给予布施里面 才能够使得我们柔软 在柔软的时候 这个死是圣法 他自己来的 你不用去刻意的 玫瑰花 你看 花 他自己会开放的 开放的时候 这些蝴蝶 蜜蜂 他自然来的 他会来的 嗯 就只怕我们没有这个 quality 我们去用白糖 用 看到这些 honey honey很吃 那一滴的honey pure honey 这些蜜蜂全部来的 被吸取他的这些人的精华 我们没有这个honey 这个死是种散法 心不美 但是我们羡慕很多的这些 其他的honey 我们去用白糖 你用白糖 你吸引不到蝴蝶蜜蜂了 只有吸引到什么 你知道吗 蚂蚁 所以很重要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文法最后落入一种文字 很多时候落入文字 佛法经典它只是指路 指路罢了 但是我们不是我们很就是很很机械化的 在修 所以修到好像不着手的 应该是在生活中去慢慢体会 然后做改变 你去服务看 你服务看 我们就不服气了 我们的全部的battern就出来了 傲慢心不满力complete 所以在服务当中 在奉献当中 全部会浮出来的 一旦浮出来的时候 我们要是去认识自己 然后改变 不然不会进步的 你特意去学康能 康能 我就听到还有五种 信心 健康 尊敬 聪明 他是整个一体的 所以我非常强调 不是我强调 佛陀这样强调的 证件证件 非常重要的 很多学习的人 证件都没有建立好 他是用协见来学 你协见就协思维 协仪 协业 协命 协精进 协念 跟协定 还自以为是很有修行 其实全部都是不证了 歪了都不知道 太普遍了 所以我们大家就来学 我们可以成长了 他是一个process it's alright don't worry sa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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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te我想要问 可以吗 可以 赠奇时间 bante我想要问 如果我修那个慈心 就是愿我没有敌意 因为我没有称会 可是我的那个敌意 跟称会 可能太久累积了 在社会上 可是怎样心 总是上下上下不能进 然后那个称会还是在 你的称会是哪里来的 你的称会是什么 称什么 称孩子咯 我听到孩子的声音了咯 有些父母是长啦 都是烦孩子啊 对 因为孩子 这就是对象 不管是大的小的老的 这些对象使得我们起称心 你 是不是对象让我们起称心呢 没有啊 我不是被处罚 你睡上面吗 这样睡上面啊 嗯 要改变自己的心态啦 我们都是起称心 就是因为有对象啊 我们有所求嘛 有时候在对象 我们都希望 我们要 我们要求对象 对象来满足我们 因为对象 只要能够满足我们 我们才喜欢他疼他 一般对象不能够满足我们的热锁的时候 我们就去称心了 对 所以要改变哪里 对 我们每次要改变人家 因为改变不了人家 人家不依我们 不顺我们 我们去称心 但是我们知道称心不好 所以我们的念 因为我们有敌意 但是每天所做的就是 制造敌意的因 看不顺眼 谢谢大家